她作为日本第一夫人 却无姓正午 只爱寻欢作乐 在东京最繁华的街道开酒馆 在日韩关系紧张的时候 大张旗鼓地去追韩星 经常被拍到在酒吧喝得烂嘴如泥 被人送外号最强吹评者不说 还当正给老关安倍金三甩脸 比如夫妇俩去参加酒局 安倍召会偏不当个名媛贵妇 而是亲自设向倒酒 忙得像个服务员 安倍这边疫情风控的命令刚下 召会那边就和小伙伴去打卡赏音 安倍是个首相 为了公众面子不能说什么 但安倍的老妈杨子可不是省油的灯 这可是个出身不凡的首相之女 杨子老爸叫安心晋 从去假机战犯 战后还两度出任了日本首相 当初和安倍老爸结婚 顶得可是首相之女的头衔 出为人妻之时 杨子只有一个目标 那就是要助老公成为接班老爸的下一任首相 可他老公安倍晋太郎命不太好 好不容易被扶持到日本政坛三领袖的位置 和首相只有一门之隔了 杨子的叔叔来了临门一角 他亲叔叔叫佐藤荣座 这虽没有和他弟一样心爱 是因为叔叔跑去做了十里雄厚的佐藤家的上门女婿 佐藤荣座表面惊惊恨 平时沉默寡言 可肚子里一肚子心机 他用岳父家的势力暗中扶持池田勇人 在各个岸信界卸任首相后 他联合各方政治势力将池田勇人一举退上位 但他可不只想做首相背后的男人 在扶持首相的过程中 佐藤荣座的话语权越来越大 等到池田勇人并退后 佐藤荣座未经那个选举 就直接成为了日本首相 行着那些年的运筹帷幄 他在首相之位稳坐了七年八个月 而安倍晋太郎 则一直止步于辅佐他的政坛三领袖之位 最后还没等到佐藤荣座卸任 安倍晋太郎就不行了 安倍晋太郎因病去世后 杨泽的第一夫人梦也梦碎一地了 但他没有气馁 毕竟老公没了 他还有三个厉害儿子呢 等儿子当上首相 他就是首相母亲 可他有钱有钱的账翻 被晋太郎都做不到的事情 他儿子凭啥能做到 尽管儿子安倍晋三是最有政治能力的 28岁就当了老爹身边的秘书官 但首相之路单靠他自己 也是万万行不通的 所幸安倍晋太郎在生前 也算是个良事义友 收他提携的小泉淳一郎 也是个知道头套暴力的 安倍晋三在小泉淳一郎身边 一直备受提携 2006年 首相小泉淳一郎离任前 他有意让安倍晋三接班 但内阁和党派元老们觉得 安倍太过年轻 不太适合 眼看就差临门一脚了 安倍能等 杨子忍不了 他当即就带着安倍 亲自拜访了诸位元老 虽然安倍晋太郎过世了 但是老夫人毕竟是 从小出生在政界的 人脉颇广不说 他的老爸叔叔 又是兄弟首相 家族势力不容小觑 看老夫人亲自施压 大家经过各方权衡之后 同意了安倍晋三 当选日本首相 老母亲杨子看着 自己用铁屑手腕 给安倍晋三铺的首相之路 甚是满意 但事业好搞 家庭可不好搞 安倍夫妇一直没有孩子 对于他们这样的富豪权贵家庭来说 传宗接代 那是相当重要的 尤其是在日本根深蒂固的 传统观念当中 女人不仅要生子 更要生儿子 所以杨子看儿戏安倍昭慧 这也不是那也不是 但昭慧可不知他这一套 都什么年代了 还跟我玩不像有三 无后为大呢 您可省省吧 安倍昭慧不仅不搭理他 还在接受采访挑衅的说道 我们家有四口人 安倍和我 还有一位老妇人和一条狗 抢婆婆和狗相提并论 安倍昭慧这是明摆了 不想处理婆媳关系 他不仅不把婆婆放在眼里 就连首相老公 他都同样不屑一顾 平时是出了名的任性爱玩 处处打理安倍 还没有夫人仪态 和男明星亲密合照 被媒体报道 以此给安倍戴绿帽 尽管昭慧的行为 给安倍带来了很多负面新闻 但每次有政客那孩子说事 安倍都会公开反驳的 是否结婚生子 应该由每个人自己决定 政府不应干涉和指责 不管是出于维护形象 还是真的发自内心 反正安倍将面子工程师 做得足足的 这虽然安倍这么能忍 让狐妈婆婆处处吃别 昭慧靠的可不是什么老公宠爱 而是自己的强大娘家 安倍昭慧 原名叫做松奇昭慧 日本松奇家族 是文明于世的财法家族 昭慧他爸是当时集团的总裁 他从小就积万千宠爱于一身 虽说政商联姻并无不妥 但当时的安倍晋三 仅仅是个刚入门的政府官员 想做松奇家的女婿 他怕是还不够格 为了得到强大财法的支持 安倍老妈杨子 找来了前首相福田旧夫做媒 首相出马 这面子松奇家总是要给的 但做政客服员 从小锦衣玉食的招会是不稀罕的 可说来也巧 安倍晋三和松奇招会经介绍后 还真聊得挺投缘 这也主要源于 安倍晋三年轻时的一表人才 聪明机灵不说 学识休养也都无可挑剔 就这样 两人谈了两年半结婚了 婚礼当天 来了90多名国会议员 800多名政商重要人士 其中还有前首相福田旧夫 婚后 安倍联合岳父搞事业 而招会呢 依旧是那个无忧无虑的小公主 她去电台做流行音乐节目主持人 各界豪爽外向 经常和嘉宾在节目里喝酒聊天 但随着安倍飞机式的职业上升 招会也无形中受到了限制 1993年 安倍当选国会众议员之后 招会就辞去工作 不再抛头露面当起了全职太太 这一别就是13年 她整日无所事事 就在婆婆的调教下 学着向邪内住的方向前进 直到2006年 安倍宣布参选自民党总裁 招会才再从幕后走到了台前 她帮老公拉票 积极营造恩爱夫妻形象 随着安倍试图的高歌猛进 养子也开始愈发强势 要说之前招会是为了老公再忍 但现在她可不忍了 自己有钱有势 谁稀赫你呢 安倍一看形势不对 并没有说家在中间为难 而是直接选择和招会同一战线 她明白 只要哄好了招会 何愁没有选票 夫妻同心 齐力断金 最终两人牵手成为了首相夫妇 安倍晋三四次败相 是日本历史上在任时间最长的一位首相 对民众来说 她是日本政坛的传奇 但她的夫人安倍招会 虽然也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首相夫人 但却和她形成了极致反差 安倍招会是大家眼中的叛逆者 被誉为日本最差第一夫人 她的荒唐行径无人能比 作为日本首位开博的第一夫人 安倍招会发的都是硬核内容 比如和安倍一同出行 她会将车内的安倍攀下来 供大家猎奇 明知道和韩国关系紧张 还大张旗鼓地在韩名 不仅自学韩语 还模仿韩国穿搭 甚至在新天皇季位典礼 这么重要的场合上 她都能穿着蓬蓬秀的连衣短裙 出尽风头 更过分的是 她还疯狂追星 当时日韩矛盾尖锐 在得知《东日练歌》的主演 裴永俊要来访问东京时 她不管不顾 放弃外交不安排的酒店 执意预定裴永俊同款酒店 之后还拉着安倍一起 组织了一场有嫖荣和参与的 高尔夫剑球赛 借此机会 和偶像留下了合影 然而最后这张合影 安倍的脸却被剪掉 只留下赵慧和嫖荣和 被装表后 挂到家中壁炉上 在特朗普夫妇访问日本时 安倍赵慧还不分场合的 拉着梅拉蒂尼 大奖特奖韩国明星和文化 其实她不光喜欢韩国明星 也喜欢本土的 比如被拍到和布袋影泰 深夜畅影 其实安倍赵慧爱酒如影 应酬是万倍党酒 喝怕几个亿元不在话下 为了喝酒 她还专门开过一间居酒屋 一天到晚就在那里 接待客人和端盘子跑堂 但同时也被人多次拍到 喝得酩酊大醉 要说这是个人爱好也就算了 可赵慧最擅长的 还是和安倍唱反调 事业上 她公开反对老公的政策 反饱 反合电 反对增加消费税 还主动跑去和安倍的 反对着合影跟大妈合影 虽然离京叛道 但安倍从来不说什么 赵慧开酒馆 她就亲自去捧场 赵慧喝大酒 她就视若无睹 政党为难 她就站在女性角度 为女性发言 对老婆是处处维护 处处辩解 2017年 赵慧被报通过政府操作 低价买进私人学校 很多政敌以此为由 威胁安倍 要么下台 要么离婚 即使这样 安倍都没有说过任何媳妇的不是 要说这两人足够恩爱 那也不是 这是一个最心于视野 一个最心于玩乐 可不耽误 何必撕破脸呢 而且安倍昭慧也说了 这夫妻相处的秘诀就是 两个人都好好待爱自己 相互不过分期待 不过多渴望 至于不同思想高度的人 要如何交流 昭慧的回复是 不必交流 安倍晚上九点半左右 回家睡觉 而她喝完酒到家 都已经十点半了 虽然日子过得拧吧 但是开心啊 不得不说 这有家族背景 还心胸开阔的公主 就是人性 那换个身份换个心态 使不定会有什么下场呢